花莲在台风天发生了一起 疑似因为债务纠纷 导致强压被害人的案件 以阳性为主的五名二煞 不顾台风席台 从新竹到花莲来压人 却遇上了梳花台风风路 只好往台东走 心想着台风天应该是安全天 不料警方专案小组早已经部署警力 在台11线新社派出所前 顺利来绕了犯案的车辆 救出了料性被害人 群爱依妨害自由伤害等罪嫌 将五名二煞移送花莲地检署来侦办 光天化日下 蓝衣男子好端端站在骑楼 拿着手机讲电话 诊料下一秒 三名黑衣男子冲了出来 抄着他狂踢猛打 男子当场被卢酒带上车 范贤开着白色轿车 陶一诊料在前方等待他们的就是原警 在重重包围下他们也只能乖乖就范 事发在30号上午7点多 料性被害人与哥哥一同出门上班 停在国联一路前突然遭到五名二煞 吃辣酒水攻击 接着将他强压上车 目击的哥哥赶紧报案 花莲警方一路追踪 原本犯嫌打算往北逃逸 不过开到重德管制站时 发现苏花公路因为台风封闭管制 一行无人措手不及只能仓处掉头 往南逃逸 不过警方早就布下天罗帝王 在新社派出手附近拦截他们 不过这群犯嫌落网后面对镜头 神色相当轻松 31岁杨信主嫌公称被害人 击欠了40万借款没有归还 才会不顾台风席台 特地从新竹到花莲埋伏司机犯案 全案一防害自由伤害等罪嫌 已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原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却因为封路以外被打乱 犯嫌无路可逃最终全数落网 不过是否涉及高利贷等重罪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接着实力情华点采访报道